前年爆发的台大医院物质艾滋器官事件 日前工程会做出惩处 将台大医师柯文哲的职等降两级 对此柯文哲的夫人陈佩琪举行记者会帮丈夫喊冤 痛批台大高层篡改报告让柯文哲背黑锅 而被问到知不支持柯文哲转换跑道呢 陈佩琪也给予了正面的回应 我先生在台大医院做了25年 他到底做错了什么 眼眶泛红替先生抱不平 台大医师柯文哲的太太陈佩琪 首度出面 他强调因为丈夫仍在国外 无法对工程会的处置发表意见 因此他决定站出来把话说清楚 台大医院伪造我先生OPO的流程 把所有的责任赖给他 那是我们事后在某一个场合才知道的 就这陈佩琪回答得更干脆 他说那这样子嘛 我院长跟副院长跟你们道歉就好了 台湾我不晓得什么时候 开始流行这种文化 大街骂人小巷跟我道歉 和柯文哲一样言辞犀利 陈佩琪痛批台大医院 根本是要让柯文哲的从医之路走不下去 至于是否会因此鼓励先生转换跑道 陈佩琪正面表态 人不能中年失业 所以他中年失业 他到底要走什么样的行业 其实我都支持 我觉得他的能力是不错的 他不用家庭革命 我尊重支持 有人需要家庭革命 柯文哲不用 要柯文哲不用担心 陈佩琪似乎很支持先生做的任何决定 柯文哲虽还没有正式表态 但有太太在背后撑腰 想必更有力量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台北报道